全球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就是氣候變遷會議叫做 COP28 他說在 2030 年 全球的再生能源要成長兩倍 能源效率也要提高一倍 這個就是臺灣要全力去衝的共識 我們這幾年真的很努力 我們擺脫了馬英九時代留下來 我接手的時候我們的倍轉容量只有1.64 我們今年 事實上在去年 我們綠電發電量已經超過核電了 大家說好不好 能源轉型是我們一定要做的 不然我們沒辦法在世界跟其他的國家競爭 所以我們從屋到有一路趕進路 雖然有些波折 但是這是一條對的路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全力的在發展綠電 在野黨說綠能是貪腐 我要再一次強調 我們不會忍受害群之馬 任何的個案 該查就查 該辦就辦 這就是尊重司法獨立 也是健全產業發展的態度 大家說對不對 全世界都在拚綠電 台灣的企業也需要綠電 選舉到了 我們在野黨也說要發展綠電 那我要跟他們說 他們不要看到綠色就抹黑綠電好不好 排斥綠電就是排斥台積電 也就是排斥台灣走向世界 加速發展的機會 我們要走對的路 走向世界 不會走回頭路 大家說好不好 大家好 最近 有人常常講說要走蔡英文路線 如果要選蔡英文路線 我們就一定投票給賴清德跟小美琴 這樣好不好 民進黨不完美 但是我們還是最好的選擇 大家說對不對 賴清德跟小美琴 他們的經歷 他們的歷練最完整 他們的團隊也最有經驗 也最有國際的信任 我們要走向世界 讓台灣跟世界在一起好不好 所以這條路我們繼續走 蔡英文的路線我們繼續走 我們支持賴清德 支持小美琴 這樣好不好